後面兩天我們都是黏在一起 我要背著80公斤的重物 真的很喘 結果我是你 那你們看到什麼 那四天真的就是 戰鬥營 黃少綺一個月狠甩6公斤 被80公斤陳冠林想去戰鬥營 你私下樂不想比較帥度嗎 不會 更有特色 三立最新台班碗崩 集結三大男生 江鴻恩 黃少綺 陳冠林 三人誓言結拜兄弟 殊不知才開禁就有苦難戲 比較危險的就是 少綺跟冠林 晚上的那個 他被我踹下懸崖的心 對 我們在逃難 在山裡面奔跑 然後後來因為他中彈之後 我必須要背著他 後面兩天我們都是黏在一起 我要背著80公斤的重物 然後 演出很喘 很累的樣子 不要演都很像 因為真的很喘 還有 就是你 那你們看到什麼 對 就是 汗流加倍 還好平常有一點在練 但是很過癮 那四天真的就是 戰鬥營 拍到真的是 筋疲力盡 後來我們有休兩天 才開始有點恢復 兩天之後我跟 美國就是高納高熱量的食物 一定會變胖 然後我就回來 提前一個月回來 做飲食控管跟那個 重訓 在美國的時候 我胖了82公斤 然後回來這一個月 我現在調到76 我都是吃 就是水煮雞肉的沙拉 或者是吃剩芋片 太痛了 配一點精緻米飯 好像變那個反派專業戶了 我覺得 演 演反派有他的 樂趣存在的地方 你可以去做 平常做不到的事情 也會覺得 還滿過癮的 這個東西 我就會自己灌輸自己 我在演的時候 我就不會去看 因為我也不希望 心裡去受到 受到受到影響 而陳冠霖先前在 一家團圓的開場戲 同樣乾口 拍攝時飛三的墓穴 飛到右眼裡 時隔兩年 眼睛還有異物感 到現在還在游 還是有 對啊 還是 你說是沐炫還在 對啊 還是在裡面 後來我沒有去弄 一直覺得會有異物感 然後它就是很濃種一塊 可能有點太久 然後現在就是共存吧 你是跟什麼共存啊 沐炫 就後面這一顆啊 我都長靈芝了 沐... 我以為是 沐炫 沐炫 我聽成沐炫了 靈芝這個答案吧 有 感谢观看